这是我见过地表最强的雪橇手 闭着眼睛还能在60度的斜坡上 把速度飙到80迈 可下一秒 危机关头 男人一把抄起雪橇上的铁棍直插地面 可下坡的惯性让他根本使不上镜 无奈下他直接跳下雪橇 冲着雪橇的反方向试图将其拉停 但雪橇只是片刻便将他撂倒 在雪地上翻来滚去 好在男人清醒的够快 翻过身就将铁棍一把插进了雪地 虽然还是被拖行了数十米 但雪橇最终停了下来 在男人的呼喊下 这只二哈从惊吓中回神 爬回了男人的身边 但还没庆幸完自己从鬼门关杀毁 二哈脚上的伤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他一路来到路舍 路舍里 印第安女主人为受伤的多哥 擦拭伤口前程祷告 而男人也在女主人的男男生陷入沉思 这个男人名叫诺曼 原本是纽约澳斯本集团 最富盛名的董事长 退休后他放弃驾驶绿膜飞蝶 一路来到阿拉斯加州诺姆市 驾驶一群二哈 成为了一名成熟的雪橇手 虽然科技的进步 让雪橇队伍即将被淘汰 但有才华的人走到哪都不会被辜负 这天 因为本市的儿童深受白猴的折磨 而暴风雪又即将来临 治疗的血清无法通过路 或者空运来到这里 市长不得不向诺曼抛来橄榄枝 希望他能用雪橇为孩子们运来血清 虽然诺曼刚开始不同意 但等他来到医院看到病痛中的孩子们 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向他质疑 英雄的使命光辉 笼罩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 以及小狗多哥苍老的去窍中 所以即便面对黑云鸭城般的暴风雪 他也必须一往无前地向前走